这里有马铃薯 黄瓜 洋葱 大蒜跟九层糖 金黄色的小点心 里头包着满满的蔬菜 这是莫三比克特有的传统美食 它叫小莫萨 是莫三比克的家乡的口味 如果有排队 十七年的时候 最特别的日子我们会做这个 道地美食在慈激大学非洲文化体验活动中亮相 连校外人士都闻香而来 一口接着一口 酥脆的口感别有一番风味 好吃 很特别 跟我们的薯饼有点接近 只是说它做得更细致一点 不是有颗粒的那种感觉 细致它是泥状的 非洲人最爱的辫子头 同学们也迫不及待要编上几条 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觉得在台湾体验这个文化真的非常的开心 就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国际感 而且还是由非洲的同学亲自帮我面 那我们也请非洲的同学 他们就是拿他们传统的服饰 那同学也可以现场就是体验 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本国生跟外籍生可以互相互的 就是学习不同的文化 那也是一种文化交流 一系列的活动体验都是由来自南非 墨三笔克的学生们用心准备 让人感受非洲国度满满的热情 当学黄汪金的红志华联报导 一扑克的一个龚传特